TV的采访团队持续在以色列台拉维夫这里为您掌握以发局势以及中东情况的最新发展 那其实我们抵达这里在大概当地时间下午一点半也就是台北时间的傍晚六点半左右呢 就可以当下就经传的且听到的在台拉维夫市中心的上空呢 又传出这个巨响 而且当地人告诉我们呢 这疑似就是铁琼防空系统所发射的拦截 拦截了外来的来袭的火箭弹 所以当下呢这个声音真的是非常的大 不过呢也问了一下在这里市中心的民众 他们听到后的一些想法哦 他们则表示说呢其实已经习以为常 从他们的语气当中其实是可以感受到满满无奈的 先来听一下他们怎么说 我认为在中心中的利时 是几次的几次的几次几次的几次 但是在南部的东西 接着到的几次几次的几次 每天都可以发射到几次几次的几次 所以它是非常危险的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没有很久的时间在这里 你有15分钟来藏在这里 在中心中的利时 当民众说从10月7号之后 其实常常就听到这样的拦截巨响 他们虽然已经逐渐习惯了 但是其实想到的时候 也会觉得稍微的紧张 因为可以想象 其实这些巨响在市中心上空 他们就担心 可能会发生宛如 如果是饱和式的攻击 会不会虽然说铁穹防空系统 有超过9成的成功的拦截率 但是如果一样是饱和攻击的话 就担心可能没有办法拦截 所以可以感受到 现在这里的氛围 是稍微越来越紧张的一些些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现在在的广场 虽然这边已经逐渐有越来越多人 出来稍微来晒太阳休息 因为今天是当地的安息镇 但是当地人告诉我们 其实在10月7号的攻击发生之后 这里就一度宛如死城 仿佛就回到疫情前 COVID-19疫情前之后 街道上几乎都是没有人的 而是大概这两三天后 才开始有民众来出来 来稍微晒太阳 他们认为说必须的 还是要来重新的失忆 现在新的环境 新的情况 但是他们说现在这个人潮其实对比 他们平时休假日 根本来说就是少了非常多 不过我们还是要持续关心 现在在加萨的最新情况 那我们知道 现在在加萨的拉法口岸这里 联合国的20辆的载运输的物品 这些卡车 他们已经被允许进入到加萨里面了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巴勒斯塔人 对于这样子的安排是非常愤怒的 因为原本他们认为 在这个协商过程当中 有可能传出是有百辆的护资卡车 可以进入到拉法口岸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数字只有20辆 那到底20辆能不能来供应 110万名的加萨巴勒斯坦平民呢 这个当然就是个未知数了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以色列的军队也是喊出说 这相关的护资卡车 只能够运送到南加萨 而且这并不包含燃料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现场现在是又传出了这个警报声响 那我们这些附近的民众 是赶快的来往这个防空洞这里来讨历 这个是现在还在发生的状况当中 我们可以把镜头往那边来攀一下 现在这里正在发生的防空警报 那大家也是马上的来往这个防空的地点 赶快来徐碧 RAMO他们说 其实现在只有大概一分半 一分之后一分半的时间 可以来躲藏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刚才现场这里 真的还是有非常多人 可是现在可以看到 这里现场真的是非常的 人真的非常不多 所以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情况 其实是每一天在 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的市中心上演的 那TVBS采访都会持续在 以色列现场来为你 掌握任何最近状况的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